女孩在上学路上被一辆汽车撞飞 救护车很快赶到 奇怪的是 他们略过最近的公立医院 反而向着10公里外的私立医院开去 女孩附近很疑惑 可救护人员告诉他 公立医院要排队 等排到你人都凉了 去私立医院马上就能安排抢救 其实这伙人是故意的 他们收到黑心终结的消息 私立医院提成更高 兜兜转转开了半个钟 他们才到医院 急忙推女孩进去抢救 医生检查后却说 女孩已经脑死亡 如果再早个10分钟还能挽回一命 医生主人告诉他 先用呼吸机吊着一口气 还没到死的时候 医生不能理解 主人解释道 像他们这种穷人 一定会到处借钱治疗 就算人死了 也只会乖乖带尸体走 不会找医院麻烦 说完就出去跟女孩父亲说 快去凑60万手术费 凑不够手术不会开始 还带他去看奄奄一息的女孩 父亲擦开眼泪 赶紧回去借钱 变卖所有家当 母亲把嫁妆首饰也都卖掉 好不容易凑够一部分钱 把女孩送进手术室 没想到医生只是拿酒精棉 简单擦了下伤口 就当做过手术 任由女孩在痛苦中死去 他再一脸无辜地跟他父母说 自己已经尽力了 母亲当场崩溃 哭着想见女孩最后一面 主任却威胁他们说 不凑齐最后15万 他们连女孩的尸体都带不走 母亲怒不可遏 人都没了还想着赚钱 他就是死 也不会如他们所愿 说完冲出去 一头撞在玻璃 想用自己的生命 控诉了一家的医生医院 结果医院老板收买媒体 母亲反而变成 无理取闹的病患家属 她的死毫无意义 或许是苍天有眼 一个月后 城市里突然发生 四起人口失踪患 救护车司机 黑心中介 医院主任 还有指导医生 恰好就是害死女孩的四位主谋 更觉得是 他们四个但凡早发现十分钟 都还有一线生机 警方很快锁定凶手 他是一名魔术师 警察很不理解 这四人与他素不相识 为何要如此残忍地杀害他们 维杰没有否认罪行 一切都要从 二十年前的一个夜晚说起 这个孕妇本可以顺产 医生却忽悠她 必须剖妇产 因为顺产当天就能走 剖妇产却得住院 十天半个月 住院费一天 以前十天就是一万 为了赚钱 愿着让医生 骗女人丈夫 倾下手术同意书 没想到 这家医院的医生 都不靠谱 主刀医生手抖 造成母亲打出血 麻醉医生 用错药 导致孩子死了 女人流下眼泪 她似乎渐渐清静 开始剧烈挣扎 大声呼救 丈夫听到声音闯进来 却看到自己的妻子 在手术台上不停抽搐 用尽最后一口气告诉她 是这群庸医 害死自己和府中的孩子 然后就撒手人寰 没了呼吸 丈夫悲痛欲绝 抓着手术刀 就想要替妻子报仇 医生却说 是院长的主意 等她气势汹汹 来到院长办公室 对方早已留职打击 无奈之下 她抱起大儿子 想回去找帮手 刚到医院门口 一个酒瓶 打击儿子的头 紧接着两个三个 酒瓶从四面旁方打来 原来是无良院长 找了黑帮打手 好想扎人的面孔 男人拼命护住小孩 将大儿子藏在火车上 自尽出去吸引火力 她知道 自己是活不过今晚了 即便如此 也绝不像黑恶势力低头 她越战越勇 后背被人砍了一刀 原来是黑心院长 她还笑着说 这不能怪她 只是一门生意罢了 是你太计较 如此大逆不道 男人气急攻心 一口气没上来 直接倒地身亡 而这一切 恰好被赶来的弟弟看到 院长秘人 将三人的尸体 都丢到垃圾场去 万万没想到 那个本该死去的婴儿 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被一名魔术师收留 天资聪颖的她 年纪轻轻 就将老师傅的 全部本领学到手 她一直以为 自己是被抛弃的 直到这天 有位中年男子找上门 自称是她的叔叔 说出事情全部真相 原来维吉的父亲是村长 当年他组织一场祭祀 没想到意外失火 火石凶猛烧伤两个小孩 但村里没有医院 得送到20公里外的镇上才行 好不容易送到 却已经错过最佳抢救时间 两个小孩都没能救回 村长很自责 发誓要在村里盖一间医院 正好有人投资 村长立刻投入 风风火火地将医院盖好 村民们终于有地方看病了 院长却说要购入更好的设备 骗村长转让医院所有权 原来从这一开始 他的目的就是垄断医疗 压榨村民所有积蓄 再顺手解决村长一家 得知自己的父母是如何惨死 兄弟俩决心要为父母报仇 弟弟维吉是一名魔术师 经常在大忌院表演 医生被选为幸运观众 配合魔术师表演 维吉将长剑插入箱子 他还开心地搞怪 接着是第二把 第三把 男人还在傻乐着 维吉却把脸罩摘下 医生脸色大变 他事宜助手把帷幕落下 将最后一把剑狠狠插进去 见到他没死透 又将兵手一转 彻底搅碎一声心脏 接着目不落下逃走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人 需要解决黑心院长 女人突然被珍珠奶茶呛倒 眼睛一翻 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帅小伙从旁边一个箭步跨来 跪倒在他身边 只见他折断公交卡 在女人脖子上滑开一道口子 插入吸管 将河路里的珍珠吸出来 硬生生把女人 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原来这名男子 就是大名鼎鼎的 五元医生巴赫 因为他看病 从来只收五块钱 而且医术高超 从不乱开药 所以深受百姓爱戴 他还公开宣布 要在印度尽力 全民免费医疗 这么做 就是要挑战 黑心院长的地位 院长现在成了 上市公司的总裁 开了湿剂家私立医院 是用原来的套路 让无数穷苦人民 掏空积蓄 去救一具尸体 要见院长杀死 没那么容易 于是他们将院长儿子绑架 要求他到指定地点救人 突然一个酒瓶飞出 紧接着越来越多酒瓶 狠狠地砸向他 这个场面异常熟悉 不就是二十年前 他杀死村长的方法 弟弟为杰转着酒瓶现身 院长的保镖一拥而上 结果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放倒 眼看大事不妙 院长转头就想跑 哥哥巴赫赶到 一早创飞保镖 看来兄弟俩都继承了 父亲的战神天赋 最终院长被他们 装进布满机关的箱子 送到医院门口 一枚我愿硬币 将院长生生成了致死 弟弟威杰扛下所有罪名 夺知威杰是凶手后 却有大批民众赶过来 为他求情 院长做个多端死不足惜 兄弟俩却救了无数家庭 可法不容情 威杰确实杀人了 也应当受到法律制裁 他对此没有意义 而是慷慨激昂地说道 这天 他在监狱吃饭看报纸 电视里的一则新闻 引起他的注意 有个女人被医院害死 丈夫还被骗得神无分文 威杰默默举起报纸 几秒后就这么消失了 第一 母医联盟 讽刺印度腐败的医疗制度 批判医院为了赚钱 将人命视为儿记 致富之路千千万 医疗绝不是其中一条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